我们如果能够切实伤害 是神很欢喜的 也都是叫我们能够在世界上有美可见证 也都当些人在教会里面真的觉得被爱和被关心 我们能够切实 彼此切实伤害 切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行动的 不只是说耶稣祝福你 这句话是应该说的 但是有实际行动 真的会祝福祂的生命 就是切实伤害 还有彼此同心 首先就是 如何有这个生命 因为这个生命的来源 就是来自神 神就是爱 因为我们的神是爱的 所以当日信耶稣 你发觉信耶稣 就有一种动力在里面 在里面推动你的 我这个讲道法叫神圣情讲道法 如果你网上找叶牧师 神圣情讲道法 或者神属性讲道法 我会时时都讲道神的 祂的本性 祂的属性 和祂的恩典 来击迷我们 我们为什么会给钱相爱呢 就是因为神就是爱 祂充满爱的 祂里面就是爱 祂自己就是充满爱的 当祂在哪个地方 那里就有爱 所以当大家留意 你一信耶稣 神就是做事的 神的恩典就是 祂给我们一个新的圣情 你一信耶稣 就会开始看人是不同了的 我记得当时来说 我立刻很关心周围的人 是否能够得到耶稣的救恩 也都善待他们 不让他们影响 不让他们有负面的影响 譬如有家人 当时都对我有些负面的影响 但我都不让他们影响 而是继续对他们好的 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改变 我都希望大家留意到 原来神是带着我们的 改变我们的 这就让我们知道 原来神是陪着我们的 帮着我们的 这就是神圣情和恩典推动的 祂是陪着我们和我们一起的 马太九章三十六节 说到他汉店去多的人 就联盟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样末有牧人一般 人体人是怎么看的呢 很多时候人看人 他很坏的 他很自私的 他不理人的 他说完这些话伤害人 我们人体人就是这样的 同样 神也是看到同样的人 但是神看到人就不是 神是看到人的罪的 不过他看人的方式很不同 就是他就联敏他们了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牧羊没有牧人一般 他知道人没有神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有这个观念改变 因为人觉得没有神 人都可以继续生存 那是的而 也确实可以继续生存 不过人没有神的时候 他里面是没有爱 没有开心 有些人说也有他的开心 但那些开心是要事情顺利 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开心 但事情不顺利 他就不开心了 而且他那种喜乐不是满足的喜乐 但在神里面那种喜乐是满足、丰富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留意到 你去旅行的时候那种开心 还有你赞美神的时候那种 神的平安和爱临到你身上 是很不同的 尤其是圣灵充满 即是你心里火热 很亲近神的时候 心灵里的火热是很不同的 就是原来神的生命 是能够满足我们的生命的 神是怎样呢 祂就是充满怜悯的 所以基督徒得救之后 心就开始怜悯人 就会关心人 就会帮助人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救济的工作 都是基督徒做的 还有很多基督徒看到人不需要 都会有这个心 我们会有这个动力 重点就是 你会否会回应这个动力 有些基督徒 他们会收到神的信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信息 这就是神造工 神恩典 神的恩典 我经常都会说神的恩典 祂是会改变你之后 祂会推动你 祂会感动你 虽然家人有时候不好 祂会感动我们去饶恕他们 祂会祝福他们 这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运行 为了承就祂的美意 因为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了承就祂的美意 原来神 就是祂时时在我们心里运行的 祂运行的时候 是会产生好的果效 爱人的果效 当你会信着神 你的生命就会蒙福 因为我刚刚宣教回来 我经常都会去的 其实我有些非常宝贵的宣教场地 如果大家有心去宣教 去看神的工作 你可以告诉我 告诉你们的传道 带你们一起去 真的很有鼓励 我在宣教的时候 就领受到一个讯息 很多时候我在说讯息 就会领受讯息 都是看到神的恩典 古代皇帝 古代的皇帝 当会下这个圣子的时候 那些人就要跪下 接圣子 那些字眼 我们跟当时来说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大样 看到电影里面 接圣子就跪下 接圣子 其实神经常都传圣子给我们 圣子是什么呢 你关心那个人 你遥恕他 你祝福他 你建立教会 叫教会合一 我们对于这些感动 很多人就很随意 神叫我们 你悔改 离开罪 哎呀 让我先生气 我先生气 我先生气 就会觉得 哎呀 不听神的话 不要紧 但其实 如果你想你的生命蒙福 和进入神最高的领域 我们用一个比喻 是射箭 有人射 一射 射出了那个把 射不中 有人射 射到那个边 有人射到那个红心 我们跟从神的心意 我们需要明白 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很多人就觉得神 就不是很 觉得神的路是 可跟 可以不跟 不要紧的 不听话 哎呀 无不所谓的 我总之信耶稣得救 上天堂了 这样的心 其实 走神的路蒙福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眼睛未曾 看见耳朵未曾 听见人心未曾 想到的恩典 在我生命中 真的有很多恩典 有很多 极多 极多的恩典 给我很大的力量 和祝福 我已经说过 有好几次了 我现在已经72岁了 但神依然让我 有健康 还有不用戴眼镜 有没有脑花 有没有脑花 有没有近视 有没有软视 这个就是 神给我们的恩典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你每一次接圣子 神的圣子 神啊 我听你的话 我不敢不听你的话 因为你的话是最好的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你里面会不停有 神的感动 我自己就一直说到 神就会感动我 让我看到神的尾线 所以当我们看到 原来 神传了一些感动给我们 这个就是神的圣子 你怜悯祂 因为其实祂很惨 有时候我们就 不是这么想 他们很坏的 我们人很多时候会这么想 祂很坏的 祂经常对人不好 祂得罪人 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就会憎恨人 但如果我们像耶稣 耶稣为什么会爱人呢 为什么会爱我们呢 首先我们是否可爱呢 人就常常说人不可爱 其实自己是否真的爱人呢 是否真的关心人呢 有没有犯脾气和伤害人呢 其实人人都有 有很多事情我们做是不对的 但是神也赦免我们 就是神的怜悯 我们就说 神啊 你真是怜悯我们 这个图 看到耶稣怜悯 右边三个图 都是说一些人很惨 就是做家务做得很惨 小朋友读书很惨 最右边的情绪不好 但是耶稣看到他 就不是说 哎呀 这个人真是没用 你真是 真是没有出色 但是神看到 就怜悯他们 神怜悯我们 你多想着神怜悯你 你就会喜欢神多一点 你经常在想 神啊 你多次怜悯我 你真是好了 你就会更加欢喜快乐 还有呢 神在哪里 那里有祝福的了 我是葡萄树 你是枝子 尝在我里面 我也尝在祂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就是说我们亲人的 祂不会放下我们的 祂一定会回应我们的 祂一定会来到我们的那里 那祂在哪里呢 神就是生命的源头 美善的源头 祂就会多结果子 祂就会有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 还有怜悯人 关心人 帮助人 就会不被人影响 就会有内心 有爱心 原来神就会改变人的 这个源头 就是神的恩典 大家看看图里的那些字 在右边首先是悔改离罪 接着就会 真是信耶稣之下会改变 神就改变我们了 就会渴慕爱神 又会有平安喜乐 有圣灵的能力 又会有神迹歧视 又传弱福音 又建立人的灵命 这就是神活着 很真实的工作 推动我们去爱神爱人 而为什么有些人 这么有爱心呢 其实这个源头 在心里有没有被耶稣活着 其实我们和神关系很密切 《非诺比书2章13》 《非诺比书2章13》 请你记住这个经文 这里没有打出来的 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业 即是基督徒听神话 基督徒也不听神话 这样的时候 他就顺着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收败坏 但是你是亲近神 神就在你里面说话 他就叫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业 就是他这个是他的恩典 他经常帮我们 他与我们有一个高度的联合 神不是 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拯死 成就了救恩 接着神就在天上睡觉 你们自己搞定 耶稣已经为你拯罪了 那你自己搞定 有圣经 自己看 自己跟从 神不是这样的 神是很努力的 祂是不懒惰的 祂也懂得怎么做的 祂会入你的心里感动你 大家有没有留意 我们多些留意神的工作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 你有没有留意神提醒你 在你里面推动你 为什么你会有心去亲近神 为什么你有心去爱人 为什么你有心去遥恕人 就是因为 神在你心里运行 感动你 那你就多谢神 你说 神啊 你又将圣子赐给我了 圣经讲到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有数点比海沙更多 这个诗篇139篇 第17到18指里讲到 神是在我们的日子上 到一天已经写着祂的赐上 神是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是很多好的意念 其数好像海沙更多 比海沙更多 一桶海沙有多少颗 多得不得了 一个海滩的海沙有多少颗 多得不得了 神是不断发出给你的圣子的 那些圣子是很好的 你跟从神 你的生命就蒙福 你就要喜乐平安 你碰到人就改变 我真的看着 我去到宣教 或者我去训练的人 看着他改变 看着他开心 看着他有力量 那你听我说的讯息 你的心里面 神也会跟你说话 希望你会接受 你的心里说 神啊 你真是好 原来你整天在我心里做工 原来你跟我这么密切 你不是很远的 你整天带着我们 我们在我们里面运行的 你看神啊 原来我们是孖公仔 现在活着不再是爱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并且我们 是照基督在我们身上 照常显大 让神的生命 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 这个就是好的基督徒生命 这个好的基督徒生命是什么呢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因为他有耶稣住在这里面 他的恩典就涌流了 他里面就会有良善 他见到人就想到怎么帮人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我见到人就想怎么帮人的 我见到人就不是想他 这个人真是 又容易懵疼 又容易发脾气 又令人不舒服 我不是这样想 我就是 他令人不舒服 有什么方法帮他呢 我会这样想的 我不是想他坏 我是想他如何祝福他 这个就是善良的人 里面就流出善 但是有些人心中是什么呢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会发出恶来 其实基督徒 是有良善和恶在里面的 因为我们有新圣证和旧圣证 就在乎你有没有钉死旧圣证 钉死旧圣证就不是一次过的 不是我今天钉死了 以后我不生人是不会的 人家一骂你 你就会生他 即是见到不顺眼 你就会生他 是重复 需要把上处理的 是说明之处说 如果我生人 我越生人越坏 有些人说 他这么坏 我不生他 就是抵了他 就是不公平 但是你越生他 你越是损失 为什么会损失呢 你内心无平安 神不起穴 还有 你的家庭会有问题 你越听神话 越爱人 爱神 你就越祝福 我和太太尽量保持最好的关系 我不想有一次令他觉得 我轻看他 不看重他 不关心他 我时时想把我的爱传递给他 他亦时时传递他的爱给我 就是这个 享受生命 其实爱人是最舒服的 最开心的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 原来有神在里面 我们就会流露这些生命出来 耶稣答应 圣经经常都答应 当我们遵从神 就蒙福了 所以我们可以开心 我们一遵从神就开心 因为神就喜悦了 这里说什么呢 连书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书 你有没有需要连书的时候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有时你有病 哎呀 神啊 我很凄凉 哎呀 很不舒服 你需要连书 那要说到哪个人蒙连书呢 就是连书人的人有福了 你连书人 神就更多的连书 临到你身上 神怎么也会连书人的 但是因为很多人 他经常吵架怒吵 又不亲近神 他得不到神的帮助 不是神不想帮他 他跟神没有连结 电线没有插到神那里 其实我们是跟神 像电风扇一样的 是需要随时插住的 因为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 在罗马书8章里说到 我们的软弱是有圣灵帮助 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有些人说不是 我懂得祷告 其实按照我们的救圣情 我们是不懂的 我们没有这个跟神连接的生命 你跟神连接 我们才有力量 我们是软弱的 任何一个基督徒 他小亲近神 他没有想到神的恩典 他就越来越没力了 我们不要以为 我也是信你耶稣 我会有力 其实你会慢慢发觉 你自己越来越没力 其实你会发觉 如果你没有亲近神 你就容易发脾气 你容易发怒了 这就是跟神没有连接 当你跟神连接 神给你的圣旨 你立即听话 你连率人 你就有福了 神就会连率你 并且提升你的生命 你的恩典真是无限量 其实人很多时候追求钱 屋、车等世上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是没有把握的 因为你可以有钱而不开心 你可以有钱而烦恼 但是你有耶稣充满你的生命 你就算贫穷 神也祝福你 并且信耶稣的人 比例上是更多充足的 更多是富裕的 我感谢神 让我回到香港 有开始这个福兴宣教事工 能够宣教帮助 曾经去过15个国家 也不断我们有的奉献 帮助很多国家 帮助他们的很重要的侍奉 我感谢神 让我们有这些机会 是神的恩典 连率人 神就祝福我们 神说 我喜爱连率 不起爱祭祀 就是说 不只是奉献 奉献也是重要的 这是比较上的 神更加欢喜你 怜悯人 超过你的奉献 奉献是重要的 不过 你真心关心人 神是很欢喜的 好了 我们也要明白 拦阻我们相爱的原因 和合一的原因 在这个《神圣经》的《广道法》 我会说到拦阻力量 让我们懂得处理 有什么困难了呢 因为人就是罪人 人心被万物 万物都鬼诈 坏都极处 谁能 石头呢 有时我们人 接受不了人的罪性 有很多人跟我说 我真的生气他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他这么坏 为什么可以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对人不好 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些话 真的不明白了 当人不明白 他就会很生气 没有理由这样的 其实我也经常见不好的人 也有很多不好的人找我 但因为我接受人的罪性 所以我见到人不好的时候 我并没有惊讶 其实看新闻 很多时候都会看到 什么不好 什么不好 人有些就很生气 尤其在这个时代 越来越对立 其实大家也留意一件事 就是你看网上的影片 他知道你喜欢看什么 你越是那个看法 你那个政治的看法 或者某一个看法 你越是有那个看法 他就越给你更多的影片 那你就越看就越激 即是激动 生气 那些人这么坏 是增加仇恨 我们其实需要知道 这个世界发生的事 但是我们应该加憎怜悯 不是加憎怜悯 但是现在 很多人都有仇恨 还有家庭也有 有时对立的看法 就会有仇恨 那么我们明白 世人都犯了罪 还有人心被卖物都诡诈 我们就接受 接受就连率他 因为他好像羊毛木人一般 是很惨的 那我们就连吻他 就不需要觉得很惊讶 或者很生气 真的生气死这些人了 不需要生气 其实他很惨的 他很惨的 那些人 生气人的那些人 其实他是被人生气很多 骂很多 所以他生气人了 这里看看人的罪性 带来什么 见利忘义 你看见一个人见利忘义 你帮他 他反而忘记你的好处 那你就会觉得很不喜欢 但是你明白 人的罪性就是这样 或者利用人 有些人被人利用 很生气的 这个人我真的生气死他 因为他利用我 但是我们明白 接受人会利用人 会诬告人 还诬告你 你又帮他 他还诬告你 说些不对的说话 我们听完 很生气 或者造谣 做一些假消息 我们又会很生气他 或者有淫念 污慧 这些人 很多奸淫的意念 或者是憎恨人 那些人 憎恨人 或者挑衅你 故意说些话 激烈你 那我们就觉得 很难受 这就令到我们很难去爱人 因为人是会跟人对立 跟人对立 或者害人杀人 更加严重 或者骄傲自大 这些都是人各方面的问题 因为他有罪 我们看到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有一个怜悯的心 其实他们比你更惨 当他们害我的时候 那些欲骂 你人的欲骂 都落在我身上 是说到耶稣说的 就是落在耶稣身上的 那些人骂你 其实他在骂耶稣 其实他很惨 你就想他很惨 基督徒缺乏爱心 以及不同心 有什么状况 他有什么表现 他会表现 你自己看看自己有多少適合自己 只顾自己 经常想到想自己的事情 你会想到多少人的事情 封闭自己 就是我有我的世界 你不要搞我 缺乏关心 不关心人 不能够接纳人 经常数算人的恶 他哪个糟 尤其是你的配偶 他又不洗碗 又不什么 又不帮我 又对我说不好的说话 那他心就要恶他 数算了 在心里面有个清单 是他那些不好的东西 这样就不能够遥述了 那你只是想人帮自己 就不是去帮别人 以及不关心教会 你有多关心教会 为什么呢 教会是神使用的一个群体 是祝福人的 亦不关心大使命 因为大使命是会拯救人的 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只是自己得救 有些人去教堂 很多年都是 哎呀我很惨的 你帮助我 为我祈祷 哎呀我需要安慰 那你没有想到很多人需要呢 我们就要关心他们了 而且有时会对抗 教会里面有人会对抗 你经常都怪传福 我不认同 你多点关心我 就是会对抗 或者不能够同心了 而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 说到很重要 没有爱心就是住在死中 很严重的 圣经也说到 当你爱人 你们要吸人 在下面的六章三十八节 一起读 最底下读 你们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星斗 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神就是这么好的 你做任何对的事 神就欢喜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上次 当你吸 其实原文不是吸人 是给 就是给 可以是奉献或者吸人 当你奉献或者给人的时候 神就给你很多恩典 是秤到十足 是上尖下流的倒在你怀里 神是一定纪念的 而圣经说到 不同心 岂能同行 如果教会不同心 就是说当传道呼吁你们 我们一起去传福音 我们一起做什么 关怀人 但是没有被人回应的时候 不能够做到 就是不能够改变的 那不同心有什么迹象呢 就会对对方有迹怨 就是说 教会有些人我不喜欢 有什么地方 他对我不好 我惯着 寄挂这些不好的事 第二 就不愿意沟通 不容易跟别人沟通 也不够处理问题 找藉口 不认同对方 他们其实没有心 所以我不会跟他们同心 其实他们有很多问题 只数到一些问题 就不跟他们同心 第四 都没有心去善待人 要避开对方 不同合作 不愿意配合 这就是 你的心里来到教会 只想坐下 有些人真的会这样想 崇拜坐下 我们应该想想 我们如何爱弟兄姐妹 你来到第一件事 可以关心一下弟兄姐妹 好了 那我们如何切实 相爱和彼此同心 圣经讲到 罗马书12章10节 讲到这段经文 讲到 爱弟兄要彼此亲烈 恭敬人要彼此推药 其实原文不是彼此推药 是彼此争先的 可能翻译圣经的人 他们觉得中国人的方法是离药 所以推药 这个翻译我觉得比较奇怪 是争取机会 争取机会去尊重人 因勤不可懒惰 心里火热 尚尚服侍主 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行轻 圣徒缺乏 要帮补客 要因味的款待 这段经文 就是讲到 我们爱弟兄的时候 彼此亲烈 真的是 是宝贵的 我们是亲善的 心里数算他们的好处 我们就欢喜 欢喜全道这么努力去传福音 欢喜我们弟兄姐妹这么投入 所有参与的 我们就欢喜 与弟兄姐妹建立好的关系 其实人是需要好的关系 不过有些人 就喜欢找那些 玩得那些 没问题的 不过有时那些 玩得那些 未必是好的玩 就是玩一些不好的东西 其实弟兄姐妹 是我们应该珍惜的 就是与他们有彼此相爱 有亲善的关系 亲烈的关系 恭敬人 尊重人 彼此争先能够 做一些事情 去尊重人 因勤不可懒惰 去勤力 不要懒惰 不要行难不结果子 心里火热 因为神是火热的 而我们火热 神是欢喜的 神是祝福的 时事服侍主 时事是找机会 有机会就服侍主 在指望中喜乐 一路事奉当时喜乐 喜乐是怎样喜乐 其实圣经给我们很多秘诀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指 都不能不能赏赐 任何做对的事 神都欢喜 神都赏赐 那我们就可以开心 我猜大家由早到晚 其实我之前也有说过这些讯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形容 由早到晚一赞美神 神就欢喜了 我一亲近祂 祂就亲近我 祂一欢喜 祂在那里笑 祂因我欢恩喜乐 麦而爱我 且因我喜乐而欢呼 西花瓦书三章十七节 他说到 神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当我们亲近祂的时候 祂欢呼 那我们更加应该开心 那你就可以由早到晚都开心 早到晚都开心 是很好的 你会有力量 你会活得开心 享受 并且 你一有烦恼 立即留意到 因为你一路起落 一有烦恼 立即留意到 被人击傷 立即留意到 就立即会处理 你如果心想保持起落 一有烦恼 立即会处理 那你就会时时把垃圾清理 但很多人是怎样 天天吃垃圾 别人说什么不好 就是反复思想 反复思想 就是经常不开心 其实呢 自己受苦 但有些人就觉得 他这么坏 为什么要想想他这么坏 越想越坏 我们是思想神的话语 早夜思想 就不是早夜思想人的坏 当你天天想 神在那里开心 你就开心了 可不可以开心 可以的 开心的人是最得人喜欢的 神就喜欢 是不是 靠主起落 以耶华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给你 因为神而起落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赐给你 以及以耶华为乐 神就叫你成价地的高主 圣经有说的 你以神为乐 神就祝福你的生命 神就提升你的生命 有些人以为信耶稣就是 玩这块面 不是这样的 是想到神欢喜 我们就欢喜 神是喜乐的神 马太25章 他说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忧愁 是不是 不是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不是忧愁 不是僵硬 是开心 可不可以笑一笑 对隔壁的人笑一笑 我们可以开心 我们可以喜乐 神是喜乐的神 我们喜乐 神是欢喜的 有些人开心又怎样呢 赚到钱也开心 生到儿子 生到孙子 也开心 升职也开心 但没有想到 因为神而起落 神就欢喜了 子磅中起落 患难中忍来 为什么呢 因为神纪念 你在为主受苦 神纪念 我们就忍耐了 因为神会陪着我们一起 无论顺境或逆境 办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都要住 祂一定会祝福 所以我们就可以忍耐 因为神欢喜 祷告行切 行切 行切的意思 不是圣经说 耶稣说什么 不要以为 说多了必蒙谁听 祂要快点赚多钱 快点赚多钱 祈求不用重复 赞美神就重复 圣经说到赞美神是重复的 一路感谢神 神你真好 我感谢你 我欢喜你 神就欢喜 神就祝福你了 祷告行切 圣徒缺乏 要帮补 有需要的你就帮他 客要一味的款待 真心爱弟兄 神一定会欢喜的 而且祷神喜悦是不难的 所以你遵从神就很开心的 你一悔改 天堂就为你欢喜了 你一祷告 神就欢喜 又祝福你了 你爱神 神又将为你预备眼睛 未能看见的恩恋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前 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开心 祷神喜悦是不难的 完美是难的 但其实也不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完全的完美是难的 因为我们人也会有负面的想法 但你一旦有负面的想法 立即处理 那你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完美了 即是说 我们一有一罪的意念 立即处理 立即说 不需要恨人 不需要烦恼 因为神会帮我的 那你的心就更加平安 更加有力量 也都知道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 约翰福音5章14节 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你恨人一定会破坏你的内心 破坏和神的关系 土神弃欲是不难的 你做神所吩咐 你每天告诉你 我现在遵从神 神就欢喜 这不是骄傲 是触着神的应许 一天可以千百次亲近神来开心 刚才说到开心 在指望中起落 时事可以起落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次亲近神 神都喜欢 所以我们一天千百次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神欢喜了 我又开心了 很个人性地敬拜 你敬拜不像是向空气敬拜 是这样的 你是想着耶稣在你前面 你不用想他的样子 你以为耶稣在他的宝座起床 来到你那里 为你按手 在你前后环绕你 你说 耶稣啊 你来祝福我 我多谢你 一个个人性的敬拜 就是 很个人性地 喜欢耶稣 不要只想到神啊 神啊 有时有些人想到 很模糊 有个神啊 这样的 我们想到他很真实 神真的会笑的 神真的看着你 他真的陪着你 你就看着他 神啊 你对我这么好 我就欢喜你 很个人性地敬拜 还有真心悔悔 离开罪 尊敬神 将你的生命给神 以神为乐 神是我喜乐的来源 神就一定欢喜 神就因我们欢恩喜乐 下面的西方的书 三章十七节 那里讲到 好了 我们继续看罗马书这段经文 因为我们今次 是看罗马书的经文 十二章 这里 逼巴里门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奏助 有时我们的船夫 被人抗拒 拒绝 有些基督徒 就会 哎呀 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就会有些生气 这个人全都不信 但是圣经说 逼巴里 就是给祂祝福 你说不要紧 其实祂很惨 其实祂没有信耶稣很惨 祂比我更惨 那我就祝福祂了 神啊 叫我心里面 柔和谦卑 念吻祂 关心祂 为祂祷告 求神 念吻祂 只要祝福 不可奏助 可能基督徒 可能基督徒 未必真的奏助祂 但是心里面 会这样想 哎呀 这个人真是坏 日后 要报应祂 要报应祂 这个也是某程度 是奏助祂的 就是希望有些不好的事发生 当这个人那么坏 他就 倾家荡产 就拍手掌了 或者他有病 又开心了 这些其实是神不喜欢的 因为圣经有说的 你不要这样行灾乐 恐怕神将祂的灾祸 在你身上就会很惨 所以你见到人很惨 你就会为祂祈祷 神联吻祂 关心祂 有时候那些恨你的人 他很惨 你帮他 你又买些东西送给他 我听到你不舒服 我买些东西送给你 那么 表达你的爱意 你可以感动他 那么他将来 哇 真的 我病没有人关心 是你关心我 那么 他更加会容易信耶稣 这个就是一个 基督徒 善待人的心态 对你不好 依然是善待他 那么另外一点 这里讲到 大英姊妹相爱 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到 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怒的人同哭 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 就是感受人的感受 当一个人开心 哎呀 我家里有什么 开心的事发生了 我儿子结婚了 有什么 或者我亲近神 我现在很喜乐了 我现在亲近神 和以前不同了 我现在开心很多了 那么我们听到 都求主帮我们说 感激神 神祝福他 我就开心了 就是心里面 为人欢喜 这种东西呢 是很多人需要学的 为什么学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觉 小朋友是土人欢喜的 你发觉小朋友 有趣很多 对吧 你跟他玩 他很开心 笑得很开心 很有趣的 你送些东西给他吃 送些礼物给他 他很开心的 因为小朋友 仍然是保留神创造的形象更多 当人长大的时候 因为被人伤害得太多 慢慢的感情就封闭了 你发觉 长者也有不同的长者 我也是长者 不过我不觉得自己是长者 不过我的意思是长者 但我是会笑的 有些长者已经不太懂得笑 臉已经硬了 因为几十年都没笑过 都不懂得笑 心已经僵化了 求耶稣帮我们回转成小孩子 回转成小孩子 不只是像耶稣 不像小孩子的谦卑 而是像小孩子的感激 圣经说到 耶稣说的 他说 这个世代像什么呢 我向你吹笛 你又不跳舞 吹笛你又不跳舞 举哀你又不随空 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当时玩两个游戏 一个是婚礼 一个是喪礼 吹笛 应该跳舞 开心 但有些人 不开心 因为他根本里面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所以他的心是封闭了 其实这样的人是比较难有朋友的 亦比较比较相爱 亦比较合一 亦比较合一 因为他的感情封闭了 即是没有什么感觉 有些什么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我们凡事都感恩 杭林子 大家可以上网看他的散文 他是一个很受苦的人 95%的关节都痛得很厉害 杭林子就是木字下的口 他会说到很多好的东西 他说到他如何欣赏大自然的东西 他说到一个小朋友 是一条小路有一篇散文 他说这条小路 人们每个人都走匆忙上班 晚上就匆忙很疲倦地回家 他说每个人都看不到什么 但有个小朋友走过 他就看到那只蝗牛觉得很有趣 他就摸摸它 蝗牛缩了它就很开心 他看到那朵花又觉得它很漂亮 他看到那些水滩 很多父母不喜欢 他就滚在水滩 水滩了它就很开心 有些人就觉得 小朋友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小朋友呢 他说可以更加容易开心 好像更加容易在天堂那样 我们也学习多些感恩 那你就能够开心 和人一起开心 与人同乐 与人开心 你更加容易有朋友 更加能够影响人 你看到人的好 你敬拜得很好 你大敬拜很好 你就欣赏他了 我欣赏你 你敬拜很投入 你和他一起开心 他又开心 这是爱的一种方式 爱不只是送礼物给他 不只是为他祈祷 爱也是与他同乐 和他开心 他哀哭 你不要只教他 你不要哭 你依靠神 你依靠神就没事了 祈祷就没事了 这是教导 有时人一伤心的时候 你能够说出 我知道你被人受惧 你不开心 有些烦恼 也不开心 他觉得安慰一点 你想像一下 假设 你今天早上 家里有些不开心的事发生 被人骂得很烦 然后你回来 你便告诉他 一个弟兄姊妹 你说 我今天被人骂得很不开心 他便说 你不要看他 你依靠神 你祈祷 没有事了 你便觉得 告诉他 没有说一样 但他说 我知道被人骂得很不开心 会有重担 会受伤害 会受伤害 他觉得 你感受他的感受 他会更加觉得安慰 你未说其他安慰的话 他已经感受到这个安慰 你会听到他的伤心 你也觉得伤心 他觉得受安慰 这就是原来爱的表达之一 然后 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 就说到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不要像我比所有人聪明了 在天国里聪明 就不像世界聪明了 那时候我在学校 中学 我们也是一间名校 那些同学很聪明 真的聪明到不得了 他们有些是有补习老师 其实他们很聪明 他不需要补习老师 但是那些补习老师会教他 如何考入香港大学 如何回答那些问题 但是他不会回来分享 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方法 他是志气高大 他要比较聪明 因为他一个宅 他比较多一个机会入大学 所以他比较聪明 就是说没有这个同心的心 但是天国不是 天国哪些人是神最喜欢的 就是你经常帮人的 你经常帮人提升 你不用说我帮他提升 就是他比我更聪明 不用这么想 不要紧的 不是谁更聪明 谁更聪明 谁更关心人 爱人更多 那个神就会欢迎你了 你这样想 神帮助我 今天更多 去关心人 爱人 神就欢迎你 我就开心了 我帮助人我开心 但不是骄傲 我今天又帮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很厉害 你只帮了一个 我帮了三个 不是比较 而是说 我帮了人 神就欢迎你 我就开心了 我就触着神的应许 苦就卑微的人 有时有些人真的很软弱 很不开心 很烦恼 帮极也很软弱 但你也是苦就他 去帮助他 欣赏他 关心他 他是更加有力的 有时一个软弱的人 有人关心他 更加有力 不过 你又不要常常让他 尤其他 有些人常常喜欢投诉 打电话给你 哎呀 谁又糟了 今天又糟了 他又对我什么 那我们可以交给他 怎么交呢 我也知道你很不开心 那些人惹你了 先认同 然后你就跟他说 那你有没有想想 如何不让他影响呢 那你觉得让他影响好不好 怎样可以不让他影响呢 有什么方法呢 那如果他说 我想不到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用方法帮他 我用一个比喻 这个方法你会容易解释的 有没有试过在街上 见过瘋子佬 有没有见过 瘋子佬随街骂人 有没有见过这件事 我见过好几次 他说他骂人 什么 衰人啊 衰人啊 衰婆啊 你走在面前 可能他骂你 那你会不会很介意呢 有些人也会介意的 不过你走一会儿 哎呀 他瘋子的 不要紧了 那我不是说 叫你说人家瘋子 而是说 他是有罪 有软弱 他被人伤害 所以他会容易伤害人 那你就不放在心上 因为呢 其实他很惨 那你的心呢 你便不用放在心上 可能他说很难 那你就不断求耶稣 耶稣帮我吧 多想一些耶稣的好 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帮人 右边代表耶稣的恩典 和人的好 其实那些不好的人 有没有好呢 也有好的 好的地方 多想一些 那些不好的东西 想了是有害的 那些是毒物来的 不要想那些东西 你想那些东西 越想越烦 想多一些神的恩典 神又感动我 又平安兴散 又有姐妹关心我 一起和我祈祷 那我们就很开心了 就是想多一些好的东西 那你就不如试试想多一些好东西 我们现在想想 其实你家人也有好的地方 他有什么好的地方 那你就想想 那你个人会更开心 那你一个方法想想 你知不知道非洲那些人 我真的去过见过 在地上呢 吃饭了 吃完就用垃圾伸出去了 那睡觉的时候 就没有枕头 有些小朋友 手枕着 在地上 刚刚吃完饭 就睡觉 又是那里 其实环境是很差的 这些都是我们看到 他们其实很多地方 那些水 河水 冲他们又要到河里取水 很多国家是没有水喉的 没有这个供水系统的 那些电子经常会断的 他跟我说 他说我们一年也有几个人 拿水 被水沖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也帮过他们 去挖井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我们不能帮那么多 我们主要帮他们 如何能够更加学到 神秘教导 如何能够 侍奉更加有效 但是内中也是很多事情发生的 很容易要交通意外 又或者是病 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实在很差 所以很容易有病 我们有很多帮助 都是帮助 一想都想不到的帮助 这就是我们的 福音宣教事工 但我们最主要是训练人士奉 是做一些 有更新的教目的士奉 如果你有心 你也可以告诉我 或者是告诉你的传道 我们就真的去联敏他们 而很重要 就是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 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有事能行 尽力以众人和睦 就是说 人对我不好 人对我不好 有些人会说 他这么坏 我对他好 不就吃虧 不委屈 不公平 但是我会说一句话 希望大家记得一下 你跟着我说 我越生气他 我自己越痛苦 越困难 越生气人 自己越痛苦 一起说 我生气人 自己越痛苦 我越以恶报恶 我越多麻烦 一起说 我越以恶报恶 就越多麻烦 所以 以善性恶 是最好的 用善良 神欢喜 神给你的恩典 便很大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即是留意去做 用心去做 那些是美好的事 有事能行 总是尽力以众人和睦 即使你不黄目 你也尽力 有时他不肯 但你每天见到他都招呼 尽量对他做好的事 即使别人不好 我们也跟他黄目 神就欢喜了 有些人和家人都不亲善 和弟兄姊妹也是疏远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和人都尽量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而后面说到 七英的弟兄姊妹们 不要自己伸冤 令我让步听凡主路 因为经常记着 主说伸冤在恶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 你要吸他吃 若喝 你要吸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你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性 反耀以善性恶 下面的图是这样的 左边的人用拳头套打他 他就拍雪两个 好像也是拳头套 但其实是两个雪糕 他就打他 但他就给雪糕 他就说 神啊 我善待我的敌人 神是很欢喜 神是最欢喜的 生气的人 神是不喜悦的 我们去善待人 圣经也说到不要论断人 你论断人说他坏 神就说 你自己做同样的事 你说没有 那你想想自己有没有骂人 有没有生气人 有没有得罪人 一定有的 没有人是没有罪的 所以我们定人罪 反而不会被定罪 我们遥数人就必蒙遥数 我们吸人就必有吸你们 并且连遥大岸上尖下流 倒在你怀里 所以跟从神 是最好的 是走神的路 是最好的 对不起 回不了那里 好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一起起床去祷告 去反思一下我们的生命 我们 爱弟兄姊妹有多少 其实我们爱 首先爱家人 家人 也爱神家的人 因为你不懂得爱家人 也很难爱外面的人 你说他们很难爱 他们很容易发避气 但是我们算算一下他的恩典 其实起码他也有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 可能上班 做工 赚钱 照顾你 总有一些好的地方 你就算算他的好的地方 还有弟兄姊妹好的地方 我们算算一下 我们首先想想家人和教会 你的传道好的地方 你想想那些好的地方 你就会说 神啊原来有这么多好东西 我忘记了的 我们一起去反思一下 去蜜土一下 接着我们又反思一下 我们有没有生气 哪个人呢 看到不顺眼 因为他们不好的地方 对我们不好的地方 或者他们不爱主 我们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灵性 所以就轻看他 我们都在神面前反思 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 亲爱天父 当我们想想你的恩典 我们实在感激 因为自从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神就将你的圣情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有一种动力在里面 产生出来 会爱人 关心人 想传人福音 但有时我们小亲近神 就会慢慢这种动力变弱 以及被一些不好的人影响 就会变成很牢嘈 很不喜欢 很不喜欢很多事情 会说闲话 会批评人 没有爱心 没有合一的心 只是顾自己 不去顾别人 求主帮我们 在这一阵子会反思你的恩典 你真的 常常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你激励我们 你推动我们 并且我们一听话 你就会欢喜 我们一改变就会欢喜 神啊我们今天可以改变 求主帮我们今天想到神多好 我们就开始说 神啊我要活得好像耶稣基督 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叫人们看到耶稣的爱 耶稣的怜悯 在我们生命里面看到 是柔和谦卑 关心人的心 祝福人的心 是找机会去祝福人 主你是美善的 因为你真的充满慈爱 充满恩典 我们越想你的美好 我们越喜欢你 世上真的没有人像你 我们多谢你 我们多谢你 神啊有哪一个像你一样 这种怜悯 这种爱我们 我们就感激天父 我们就多谢天父 我们感激天父就去爱人 而当我们爱人的时候 神就欢喜了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我们做在任何人身上 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神就欢喜了 主求你帮我们 追求 渴求 你的国 和你的义 先求你的国 先求你的国 就是我们愿意带更多人信耶稣 也都让耶稣 在我们心中作王 耶稣作王的地方 那里就是天国 让我们的心 充满神的心 让耶稣作王 就是爱人爱神 让教会都是真是神作王 在这里充满爱 让这个家完全被爱充满 求主祝福这个教会 由我们自己开始 将这个教会 完全是变为一个爱的家 一个合一的家 让我们享受这个家 当我们开始享受 每一个人 他们的好的地方 我们就越享受生命 越享受教会 回到教会 是越蒙福 越开心的 也都神欢喜 就是神祝福这个教会 更加增长 多谢天父 有神万事足 跟从神是最好的 我们全心感激你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周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